而这是否也是踩到了员工的红线 来看一间知名的连锁按摩院 号称靠着脚底按摩 年收有4.4亿元 吸引了不少政商级艺人来光顾 但是现在有59名公司离职按摩师 却串联起来 向北市劳工局申请劳资调解 他们指控这间根本是个血汗按摩院 左捏右揉师傅技巧熟练帮客人按摩 这是知名按摩连锁店 号称是明星最爱 包含知名球星林书豪及小贤等名人 都曾经来光顾 但现在却有59名离职按摩师 指控业者不给底薪 结案才能领钱也不给加班费 劳健保根本是血汗按摩院 台北市劳动局已经介入调查 他到底是承担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我们今天还要可以做一个检查的确认 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劳股关系的话 还有这个劳动基础法相关的一些公司 公司退休之前那些人性公司的一个检查 一万多元 但业者回应按摩业以往都是承担关系 也就是说师傅得自己付劳健保费 但享有高抽成 但今年六月起 他们已经改为雇佣关系 劳动局现在也针对投诉按摩师的聘雇关系调查 若确定双方为雇佣关系最高可罚业者30万 至于真才广告 保证前半年月入5万 业者喊话少了一定不 都有合约制度 所以如果我们给他保证没有讲实在 我们绝对会保障付他这些该有的收入 我们查算有少 我们绝对百分之一百来还给他 甚至于把利息都可以给他没关系 业者表示员工月薪每个月至少都有六七万 甚至还有10%员工月入百万